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樂 這次我又回到新穎來拍影片給你們看啦 那上一支的影片有很多網友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新穎有很多好吃的我們沒有拍到 那這支影片我們除了會去吃幾間上次沒拍到的新穎美食之外 還會去新穎還有隔壁區的一個新景點喔 那這支影片就拍給你們看,走吧! 早餐我們來吃這間古早味的飯糰跟蛋餅 小時候我媽都會買這個飯糰給我們吃 只要我們在家裡說早餐要吃飯糰 我媽就是一定買這一間的 因為它的料非常的多 然後古早味蛋餅是我姐很喜歡的 因為它是用那個粉去煎的 後來我才知道它的名字叫做阿財早餐 早上沒幾點就排來超多人的 我剛才來的時候還看到那個阿姨在包飯糰 感覺就是你吃完那一顆 大概這麼大顆就大概吃不下了 耶!拿到了 然後它這邊沒有內用的位置 所以我們買外帶回家吃 那我們現在要去另外一間合成買鹹粿 下一間我們要來買的這一間是合成鹹粿 然後它那邊很酷喔 它那邊就直接在那邊現煎 一大堆的鹹粿在那邊煎給你看 它這一間在新穎也是非常有優 然後每次都要等很久 而且很常都吃不到 那它這邊大家會來點的就是鹹粿 加上大腸或者是香腸 那這一間雖然非常有名 可是我自己也是沒有吃過 因為實在是太多人了 那我們就一起回家吃吃看吧 這個冰泉路啊 新年最熱鬧的地方 這裡有一條四條行李 再吃吃看 這五十歲啦 五十歲 今天算是十塊啦 算是十塊啦 它都這樣而已啦 這個是我買的阿財蛋餅跟合成鹹粿 這個蛋餅跟我們在蘭嶼那邊吃到的時候是一樣的 但是在蘭嶼啊 它會有那種辣椒醬油跟醋給你加 但是在台南這邊呢 它就是會附甜甜的辣醬或者是醬油 每個地方的吃法都不一樣 然後這個鹹粿看起來就是蘿蔔糕吧 每次要買大腸的時候都賣完了 我還蠻想試試看它的大腸 這個鹹粿啊 真的是鹹粿 它吃起來跟蘿蔔糕不太像 然後又有一點像蛙粿 但是又跟蛙粿不太像 所以它真的算是鹹粿 算是蠻好吃的一個另類的口感 其實我今天早餐吃超多了 吃了這個鹹粿 又吃了這個蛋餅 還有吃一顆媽媽弄的蛋 然後還有喝了一碗牛肉糖 這台台南 好吃超多的 接下來我們來到的是我們新營區 這邊今年才剛整修好的 長勝營區綠色隧道 那它這邊是以前的營地 所以它還有保留一些 像是彈藥庫的椅子啊 就是我們後面的這個東西 然後它現在整個規劃之後呢 就變超美的 它這邊還有鋪個道路 可以讓人家這邊走 那它這邊除了鋪有木彈道之外啊 旁邊還有一區是有水池的 可是那邊就是比較熱 所以我們大家都會在 隧道這邊散步 真的 每次在這個隧道下面走路的時候 就很舒服 可以感覺到那個樹 涼涼的風的感覺 涼涼的風吹來 你看這裡看過去是不是很像一個隧道啊 這裡兩邊的樹 就把它圍成一個天然的綠色隧道 如果這個下面的步道是一條河的話 是不是超像在亞馬遜叢林裡面 以前這邊是那個營地的時候 然後車子就會停在這邊一個一個的 然後它樹就會掩蓋住那個車子 就不會被發現 然後它這邊是一個重新規劃好的步道 整個就很適合吃飽飯來這邊走走 你看這裡是不是超美超好拍的 而且重點是都沒有人 好 吃完早餐後 我們要來市場買這個倒菜泥回家 那其實在市場的這間倒菜泥呢 是我媽媽在要買倒菜泥的時候 都會來買的這一家 那這一間倒菜泥呢 它的工廠就是在它的後面 很多店家的倒菜泥都是來這邊吃貨的 你阿嬤也很愛吃這一家 你看我買這個一袋才50塊哦 等一下回家試飯給你們看怎麼吃 中午我們除了買剛剛的倒菜麵之外 我們還來買這個土拓魚羹湯回家吃哦 那它就在新高中的正對面 它之前就是在明泉路的那間老店 搬來這邊的啦 這個土拓魚羹湯我們買了一份小份的羹湯 然後它這個土拓魚羹湯分開放 它這土拓魚我剛才看它就在旁邊現炸 它剛才打包之外特地提醒我們說 它幫我們兩個分開裝 它炸的口感才不會消失掉 才會脆脆的 我記得小時候還可以只有買這個魚而已 就是不用買湯 那你不覺得老闆我要一份鹹酥土拓魚 老闆我要一份土拓魚 感覺就很好吃耶 那這個豆菜麵啊 我們就會買這樣子一包回來 然後在家裡加這個醬油跟蒜頭 淋上去攪一攪 其實老菜麵就是要加豆菜 但是因為豆菜容易壞掉 容易壞掉 所以一般人外帶都是沒有買豆菜 你知道來幸運我最喜歡吃的是什麼東西嗎 什麼東西 就是這一桌回家吃的菜 就是這一桌回家吃的菜 還有爸爸每次回來都會煮著燙 還有爸爸每次回來都會煮著燙 這個兩天很適合在台南這個熱熱的天氣機 下午我們找了幾間在吸引這邊的點心吃 那第一間呢 我們要來吃的就是這間上海小籠包 我覺得我爸說他們之前啊 小時候看完電影都會來吃這間上海小籠包 這是我們點的小籠包 8顆60塊 然後他就在旁邊那邊現做現蒸 試試看爸爸的回憶的味道吧 你爸爸帶你媽媽約完會之後 可能就是在吃這個 附近看電影 我來吃這個 那下一間我們要來吃這間在市場裡面 很有名的雞肉飯 小時候我媽都會買這個的雞肉飯 回家給我們吃 小時候我們都會覺得 為什麼他們這家的雞肉飯特別好吃呢 那我們這樣子怎麼都煮不出這種味道呢 他這個雞肉飯的飯怎麼多好吃啊 我來看看這個味道跟以前也不一樣 還是很好吃 蠻不錯的耶 我覺得吃起來沒有吃過這樣子的味道 他的醬汁還蠻特別的 他那個雞肉飯的醬汁啊 是我在其他的店都沒有吃過這一種口味的醬汁 就是一種回憶中的味道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新穎旁邊的厚壁區 然後他最近剛好有這個 五米彩繪農田的活動 我們就來這邊看看 他活動的時間是10月1號到10月18號 然後他活動的地點啊有一點不好找 我們剛剛找了一下 他其實就是可以導航到 楊媽媽國的工坊的旁邊 他其實就是在旁邊 然後可以走到農會的四樓 農會就是在那邊 從農會四樓看下來 就可以看到彩繪的稻田這樣 那有興趣來的話可以參考我們下面的位置連結哦 晚餐我們來買這個保家衛羊肉店的炒羊肉 他這邊的炒羊肉非常有名哦 我們小時候都會來這邊買 他這邊除了炒羊肉啊 還有像是羊肉屋啊 或者是羊的熱炒都有哦 而且他這邊是用那個大火快炒 小時候都會看到他們火這樣轟 然後就把整個爐子都就不滿著火 小時候就很可怕 他們炒飯看起來也好厲害哦 我們買了這個羊肉湯 跟一份炒羊肉 他羊肉湯還有附這個醬 就是可以沾羊肉的 他這羊肉湯啊 用的是藥膳的湯 然後他這羊肉吃起來就不會有那個羊肉的腥味 你看我把剛才的炒羊肉 再加上今天早上的倒菜蜜 現在又變成羊肉炒麵了 結果剛才那一間羊肉炒麵也是很好吃 然後這一次我們新穎的宵夜要來吃這個 很多人跟我們推薦的草莓吐司 那這間是我自己是沒吃過 可是應該太多人推薦了 所以我們就來吃吃看 他這間他很酷哦 他雖然是早餐店 可是他是從晚上七點開到早上兩點 有草莓吐司 草莓吐司算蠻正常的 但是他有草莓的跟鹹的搭配的組合耶 草莓吐司加蛋 天天的吐司加蛋 蠻好吃的耶 我真的沒有用過草莓醬加蛋的吐司 而且他這個吐司烤得很脆 讓我來吃吃看 最多人推薦的這個草莓蛋吐司 好特別哦 甜甜甜甜的耶 而且他其實他一邊 一邊加草莓 一邊加奶油醬 甜甜甜甜的 味道還蠻搭的耶 好吃耶 好吃 趕快這麼多人推薦 好 好啦在我們要搭高鐵之前 我們來這間住原冰果室 這間是我爸媽他們 很有回憶的一間店哦 聽說是你爸媽以前約會的地方哦 我們去看看 我們今天呢就帶爸媽來回來這邊約會 他這邊除了有賣冰沙跟冰之外 有這種不同非常多這種口味的冰 還有賣現打的果實 超特別的 還有現切的水果耶 我從來都沒有在冰店吃過現切水果 那還有這個古早味的花 綿綿冰 那它這個番茄盤是在我們台南才特有的吃法 就是把番茄切一切 然後再加上這個醬 它這個醬是用薑餡蘿 然後加上醬油膏跟糖 那你說這件是怎樣 這是美人婆 介紹不明介紹美人婆 才來你雙飯 來這邊鄉親的地方 因為以前沒有咖啡廳 那你們以前來這裡鄉親嗎 這間沒有 這間是那個差不多五六十類的老店 我小朋友都心裡 經營的最後一間我們要來吃這間是來香蟹餅 可是我們菜完了又賣完了 那就留給你們來的時候自己吃吃看吧 那我們吸引這邊除了這兩集介紹影片之外 還有很多好吃的喔 如果你們還想看我們去台南哪一區玩的話 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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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